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下近视这件事情 在旧社会的这类人是很少的 当然 至少和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比起来是少了很多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 我们这么多的科技产品 那个时候的孩子们不会熬到半夜只是为了打游戏 可能那个时候 大多数近视的都是书生 他们近视真的是因为那个 我们现在都惯用的原因看书看得太多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因为近视戴眼镜明星们 迪丽热巴其实即使是戴一个很简单的眼镜 这件事情也是很好验颜值的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这款眼镜是与传统的眼睛有很大的区别 而且我们这种距离和角度 看上去眼镜好像是双层的 这就是最近新流行的一种时尚 之前那些传统的厚重眼镜戴上去 以后就会给人一种笨重感 而且还真应了人家说 戴上眼镜看起来就像是书呆子一样 现在渐渐的都开始流行这种金属框架的眼镜 而且一般都是潮流人士 选择这种眼镜的比例比较多 作为时尚小仙女的胖底 那也是自然不会拉对的 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特别喜欢她的 毕竟人家也是精力过无美严 无力尽的央视考验的 对颜值这方面 我们对她是绝对不可能怀有质疑态度 她的那种抑郁风 也是我们所模仿不来的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特别羡慕那种 明明平时吃的特别多 但是体重就是赏不许的人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招仇恨 但是如果放在我们最爱的小仙女身上 那么我们也就只剩下羡慕的份 现在我们喜欢她的程度 达到了只要她出演 那么我们就会克服一切外界独立去看 因为这样如此优秀的女孩 也值得我们这样去做 我们一直都相信 她一定会适合更优秀她 我们也会一直陪伴着等待那个她的出现 关小彤其实现在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那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原因 就看某一个人不顺眼 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极度 当然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 不得不说这位姑娘确实是特别的优秀 优秀到可能会招来很多极度的目光 我们都知道其实她的家庭背景是特别的好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 她都没有向我们外界展示出傲气 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去佩服的一点 我们不应该对她要求太多 毕竟她还只是一个小姑娘 很小的时候 她就开始出现在我们大众的视线里 好像一转眼的功夫 那个小小的女孩 就变成了现在的大姑娘 我们都知道她现在是一名大学生 所以对于学生来说 戴个眼镜是很正常的 因为平时学习对眼睛的劳累 也是影响很大 尤其是像对于她这种大学大来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双科 都第一考入大学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很佩服她的一个方面 现在当初那个小姑娘也有了自己的如意郎君 两人在一起 也是引起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讨论 可能很多人都对于这个消息表示很震惊 可是对于他们一人来说 这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他们两个只要爱了就勇敢的跟大家分享出来 这也是一种真爱的表现 他们两个人现在都一起特别的努力 所以说两个真正相爱的人 他们不会耽搁对方 他们会拉着对方一起向前奔跑 绝对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 你女们前面我们说 那两位我们自己的漂亮姑娘 所以这最后一位我们就讲讲 别人家的漂亮姑娘 还记得之前有过一段时间 大家对他们国家是有些抵触的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再喜欢他们 但是我们还是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这也是我们自己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 但是抛开这一方面不说 我们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可爱的姑娘 她不同于那些近乎长的一样的脸 她有自己可爱独有的风格 她也在我们大陆上过很多的活动和节目 在这些节目中 我们也是更加的了解了这个姑娘 发现在平常的她比在剧中的她更招人喜欢 笑起来眼睛直接都是弯弯的弧度 感谢观看